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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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上的楚局兄弟们 你们听好了 今日我汉王刘邦 跟你们说一说 曹救大司马的家事 曹救一家 在当地可是名门望族啊 那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生名显赫 人尽皆知 好 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一说 曹救他娘 曹国事 那提起曹国事 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有失为证 那曹国事一回头 吓死一头牛 吓死一头牛 那曹国事二回头 黄河水倒流 黄河水倒流 那曹国事三回头 从此君子不抗球 从此君子不抗球 不抗球 阿邦 什么球啊 球 球就是男人不要呗 谁有出名 你个流氓 曹国事一回头 可说是七丑无比啊 这就苦了曹救他爹了 那是上千无路 入地无闻哪 专去提寡妇的门 四处打野时 这村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 怎么着 都被他给糟蹋了 那母猪呢 母猪 他自然也不放过了 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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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曹救一生下来 就是一身的花柳梅毒 他爹知道啊 这自己做了孽 就花重金呀 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这小媳妇长得是天字国色 花容月貌啊 我说大哥 你说这乌龟王八蛋的命 怎么那么好啊 是啊 怎么会这么好啊 可是他不知道啊 他的这媳妇啊 是千人骑万人亚的娼妇婊子 还能 连我都是他的入目之宾 我说兄弟啊 咱们俩算是联机兄弟啊 来人 把城门打开 我要杀了这个流氓 怎么样 骂出来了吗 好了 我这个联机兄弟 就交给你们了 弟兄们 让咱们把这个乌龟王八蛋 大卸拔棍 杀 杀 那个军长 直接若是我 告诉她 咱们妇 这样 温度 走 走 霸王 我早就对不起你啊 大王… 大王 大王, 陳高失守 草舊和司馬辛自問於四水邊 甚麼?可惡 我早就告誡他們不許開城迎戰 豈有此理, 真是豈有此理